你这红木家具就买了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 还没刷几千万了 肯定要了 你看这个灯打开就真的特别好看 灯都去了二三十万 全部 我天哪好大一只狼狗 这好吓人 这个门柱上是干挂石材的 银客松 里面的狮子好大只 你好阿姨 阿姨在扫地 我看到您的房子很漂亮 想来参观一下 有狗 不能进去了 你狗拴住好不好 能拴住起来不 好好好 阿姨把狗关起来 要不那么大确实有点吓人 大狼狗 平时他叫他看到我了他没叫 但我看那狗好大只好吓人 那狗应该挺贵的吧 听话 去笼子去了 那狗买的时候多少钱 几千块钱 几千块大狼狗 五千块钱 好好谢谢阿姨 谢谢 好多 春天落叶比较多 而且阿姨人很热情 你看赶快把狗关起来了 太谢谢了 不用客气阿姨 我参观一下 从上面来 宝善堂 大门 然后这两只石狮子真的很高大 威猛 你叫哪个点 我是骑东的 骑东点 没好远 没好远 哎呀这边还种的罗汉松的 这里还有健身设施 全部是桂花和茶花 总共多少层呢 看一下 一二三四 四层 这能到家里去看一下不阿姨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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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带我去里面看一下 不用客气喝茶就不用了阿姨 参观一下就好了 这里还可以开车上来的 大门这里可以开车 你看 暢通的 哇 阿姨家的大门也是助女们的 哎好谢谢阿姨 你把门打开了 打开就是堂屋 这个湖南人的这个堂屋 这么大起是要花很多钱的 特别是配上这种吊顶啊 灯啊 再做上装饰 然后也是中式的 还有地上的 符字图案 加上祥云图案 这个它就是石头石纹嘛 这都是长在石头里面的 这个贵啊 所以这个好看的嘞 好看好看 不好看的 而且我发现您家里面也都是大理石哦 柱子那里里外全是大理石 全部是大理石 那大理石就花很多钱了 你看堂屋整个的柱子呀 所有的都是大理石 然后我看到这个茶室 这个茶桌弄得很好看 这一套估计都不便宜了 这一套茶桌 几千块可能都买不到阿姨 是的 好好谢谢啊 哇塞 你这个太大了 你这个厅 都有厅啊 您带我参观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热情好客的阿姨 这就是湖南人挂在嘴上的啊 阿姨能把灯打开呀 好好好好 你看他这个门都做的 这应该是个铜门啊 相同的 莫配铜的 好好看了这个祥鱼 这是餐厅 餐厅非常大的 这里 还有一个花呀 他难搞卫生 阿姨说 看看啊 先开看一下啊 天呐 天呐 这个漂亮 等一下我帮你一起盖上阿姨啊 哇 这么好看的 这里还有八仙卓 人少了就在这里吃了啊 然后我看到你这里还都是大理石的 这背景的这个是这些都大理石吗 对吧 这个什么材质我不知道 这个很好看 应该也是大理石或者玉石的 你里面还有餐厅啊 哇 这个这个酒柜上的酒可真不少啊 阿姨平时他们吃饭就在这里吃了 因为人少嘛 就离厨房最近啊 哎呀你这东西很齐全呢 这个是 这个是做什么的 烤东西 烤东西的啊 烤火箱的 哦 烤的烤箱 这个烤箱里 这里还有一个烤箱啊 烤红薯 哦 这还可以烤红薯 烧烤 分开的 哦 这个应该消毒柜 消毒柜啊 全部是配套的 定制的 他地板上也全部是大理石的 看到没有 全大理石 然后这个木制的很好 这个红木的家具 材质很好 我天呐 我一只手 只能挪动他一个脚 要脱的 你也搞不懂 太重了 红木就是这样子啊 太重了 那那这一楼是一间住房 阿姨住这里吗 很宽敞 然后他弄得很高雅 你看到没有 都是淡淡的蓝色 还有后面的花也弄得很好看 这个背景 哇 你的墙的那个艺术漆也好看啊 掉顶那里 然后这边是洗手间 带洗衣房 都在这里啊 天呐 他这个八仙桌质量也很好的 也是红木的 这种墩子好重 全是红木 你这红木家具就买了多少钱呢 也不知道 我有一些 我找洗衣房的几千万了 几千万了 肯定要了 因为大理石的嘛都是啊 不用客气阿姨 阿姨一直说要给我倒水喝 我到那边去看看 哇塞 你这个门很好看 你知道吧阿姨 门很好看 金碧辉煌 像宫殿一样 阿姨家灯真的很多 都没有数过有多少盏 你看这样 天呐 太多灯了 阿姨一直在开 好好看的啊 你看这个灯打开 就真的特别好看啊 电都去了二三十万吧 灯都去了二三十万 全部 他堂屋两边是对称的 那边是餐厅厨房 这边应该就是客厅了 哇 还做了一个茶室这里 这是茶室 嗯喝茶的地方也是红木 全部是薄骨架 然后这一块是个重点啊 这是一个树化玉 它像是一个树形一样的啊 玉石 那客厅也是有红木家具 这个是不用讲的 这一块背景看到了是玉石的 大理石配玉石 所有的中央空调到位 哦这里是车库呀 奔驰 好车 西伏一台鸡的 西伏一台小的 西伏一台小的 他一台大的 SUV 这是麻将室 他们平时都在外面做生意的 嗯 在云南 在云南啊 儿子多大了 我也是十四 十三岁 哦那跟我一样的 82年的 81年的 81年的啊 挺厉害的啊 这么年轻 这塔坡都是大理石的 哇 这个景致好好看 看到没有 这景致好好看啊 哇塞 你看这整个的景观好好看啊 站在二楼 就感觉金碧辉煌 整个大殿 这还有中式的灯 然后他这个服帖啊 很贵的 这个也是镀铜的 这是清明上河图 市中的一个景观哈 哇 你摆的东西真的好用心呢 走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是孙子的房间 三个孙子 哎呀 他定是套房 给了一个套房给孙子啊 给孙子一人一套套房 大户人家 这是大户人家少爷的房间 也是大理石的嘛 对吧 这里是摆的浴室 然后整个是新中式的一个客厅 所有的都是中式的 空间很大啊 你看整个拉开窗里 效果非常好 然后这里是卫生间 你看就是智能马桶 加大理石的洗手台 这里还有一个公用厕所 有朋友来了可以在这里啊 这是可以住两个少爷了 两个少爷 三个孙子 一个大地 我们就在家 三个孙子 三个孙子 呀好福气阿姨 大个人 大个人 多大少 小都也有房子 是吧阿姨 那他们在云南肯定也有房子 有的 有的啊 像在家里能建这么大的房子的人 一般外面都很多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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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套 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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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过好复六年 那你这里 这里去年过一年 去年建好的 去年建好的 六年就建一套房子 你儿子 你儿子的钱多的用不完了 是的 一套 昨年我和我一起双喜临门 哦 恭喜阿姨了 双喜临门 嗯 好热闹 办了多少桌呀 两七八十桌 哇 大户人家不一样 哦 四楼是做什么的呀 KTV KTV影音室 四楼是做的影音室 阿姨说是密码锁 打不开 没事 咱们到三楼看看就好了 哇 他三楼做的活动式呀 哇塞 这个门也好好看呐 这这个 这个就是密码锁哈 哦 天呐 哇 整个做的是个健身房 活动室 你家设计的太好了 阿姨 你看他健身的 这里还有一堆的 健身的 会生活 有钱的会生活 里面是乒乓球 羽毛球 然后他整个的望过去 视线非常好 你儿子太了不起了 阿姨真的 做什么生意的 买服装 开超市卖服装的 厉害 真厉害 阿姨也好福气呢 开心的啊 这么好的儿子啊 就一个儿子吗 还有女儿吗 两个 两个姑娘 他两边都是这样子的门啊 都是 那就是一个是影音室 一个是唱歌的 还有一个是干嘛的 会议室 会议室 一样是火董 火董的桌子 哦 茶室 阿姨形容的 应该是大班台的那种茶室 好 不会开 没事没事 咱们知道了就行了 谢谢阿姨啊 这真的是 富丽弹簧啊 太豪华了 谢谢 拜拜阿姨啊 打扰了啊 哎呦 不要这样讲 谢谢谢谢 感谢阿姨啊 天天开心阿姨哈 好